大家好,我是中國星火基金會的義工Pionni 今天我們來到雲南老甸安國村 會訪問一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黃平信 為什麼你們會發現他有這個疾病? 因為他經常感冒,經常一感冒就是經常住院 所以慢慢的就發現了 但是到情況有什麼特別的不同? 因為他一感冒一咳的話,他的心跳得很快 而且他很喘 平順了,有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們有什麼感受? 心裡很難過 對,別怕別怕,別哭別哭 然後就是,你們有沒有問過醫生呢?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平順去治好這個疾病的? 醫生說需要手術 需要手術 他有沒有說這個費用大概有多少錢呢? 他說有好一點的也有一般一點的,對吧? 好一點的他說需要十多萬 十多萬 對,我們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所有的錢都被他住院已經沒有了 因為他經常一感冒就是住個四五天 所有的錢基本都用借了 我希望大家能幫助一下我 因為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像其他人一樣 不要有病 是嗎?是嗎? 我希望他以後能好好讀書 我們家庭現在也比較困難 希望能夠得到廣大愛心認識的幫助 也希望小孩能夠儘快地好起來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媽媽和平順的父母兩位的說話之後 覺得很心痛 一個這麼小的小孩 其實都未懂事 未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情況下 已經要受這些苦 我自己會覺得我都很希望去幫到他們 都很希望看到這個片段的朋友 可以多多去捐書 去捐一些錢 去幫忙可以治療 平順這個病 令他不需要受那麼多苦